1986年4月26日 前蘇聯烏克蘭共和國境內的 車諾比核電廠4號反應爐 因為人為操作疏忽 突然爆炸 釀成史上最嚴重核災事故 30年過去了 車諾比地區餘毒未了 方圓30公里內 輻射值嚴重超標45,000倍以上 遠如一座死城 24,000年內都不適合人類居住 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總署 藉著車諾比核災30週年之際 警告各國借鑑 這個用血淚換來的重大教訓 加強經驗分享 不能對核能安全掉以輕心 轎車開入烏克蘭境內的車諾比禁區 路旁昂然助力著一棟棟廢棄建築 看得出這個小鎮曾經繁華 這裡一夜之間遭人遺棄 時間並沒有帶走任何東西 工廠、學校、商店、公寓 一切都留在原處 即使30年後的今天 車諾比依舊有如一座鬼城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號的一場核災 超過八噸輻射物質外洩 是廣島與長期原子彈大爆炸的兩百倍以上 這場史上最嚴重的核災 不只造成三十人當場死亡 累計死亡人數超過十萬人 更嚴重的是三百二十萬人受到不同程度 輻射侵害 後患無窮 烏克蘭星期二舉行了核災三十週年紀念活動 總理佩特羅波羅申科承諾將謹力確保境內核電廠正常運作 核災事件不會重演 同時在典禮上他也頒發獎牌 像是二名清理核輻射的工作人員致意 向來高度關注國際核能安全事項的聯合國 也在星期二默哀一分鐘 呼籲各國不能對核安全掉以輕心 烏克蘭當局當年在國際社會的支援下 在核四號反應如外加蓋拱形鋼筋防護罩 防止更多核輻射物質泄漏 但核子災變的遺毒 已經留在數以千計後代子孫身上 許多新生嬰兒一出生就沒有健全的身體 儘管當局加緊重重散透工作 不過當地檢驗出農產品放射物質超標十倍 核一度至今依舊除之不盡 讓闖禍的人類保藏苦果